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东云点评》 我是李思 北韩领袖金正恩早前暗示 可能要重启核武器 以及软程导弹试验 分析认为 美国拜登政府 除非彻底改变他的路线 否则在与北韩打交道的过程中 面临的选项有限 美国之音报导 美国与北韩在2018年 准备举行会谈之制 北韩暂停了核武 以及导弹试验 但北韩领袖金正恩早前暗示 可能要恢复暂停的核武器 以及州制弹道导弹试验 文章引述分析人士指出 拜登政府别无选择 只能明确告诉北韩 如果平让恢复核试验 以及软程弹道导弹试验 将会面临严峻的后果 美国对北韩最近威胁 要恢复试验作出回应 称美国致力于和北韩的对话 但同时呼吁对北韩政权实施国际制裁 从2019年10月起 美国和北韩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表示 美国在不预设前提的情况下 随时准备和北韩进行认真和持续外交 以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 联合国安理会也举行闭门会议 美国建议对几个北韩人实施国际制裁 美国上星期对这些帮助北韩 发展武器项目的北韩人实施了单方面的制裁 但美国的建议被中国和俄罗斯各自 专家认为 寻求对话和呼吁联合国制裁的商场措施已奏效 但对北韩的意义不大 北韩基本上无视美国提出的谈判提议 与此同时在1月5日和11日进行两轮高超音速导弹试验 并在1月14日和17日进行另外两轮短程弹道导弹试验 加剧了紧张局势 分析指出 由于北韩无兴趣讨论无核化问题 华盛顿和平壤之间展开外交对话的前景渺茫 又认为这个星期北韩和中国恢复了跨边境铁路运输 将会令到美国促成对北韩政权 实施联合国制裁的努力匈忙一场 随着北韩加强跨边界的关系 这样能够缓解他们面临的一些粮食和经济压力 即使他们还会受到新的制裁 与此同时 中国和俄罗斯可能不会支持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 因为他们目前和美国的关系 在大国竞争方面处于非常敌对的状态 舆论认为拜登政府也都好像历界政府那样 开始陷入北韩核问题的困境 怎样稳妥地处理事件 是拜登当前在外交技巧上面面临的重大考验 好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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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